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如果今天说错什么了 那就请你看在 我是你长辈的份上 理解一下吧 也请你看在 我们老一辈的份上 不要再打搅黏黏了好吗 好 我答应你 好 那你既然答应了 我就放心了 那你还进去吗 不用了 我开车出去转一转 一会儿您算着时间 我爷爷要走的时候 您先给我打电话就行 那我先进去了 小孩 我真的 能相信你吗 阿姨 我在你眼里真的就这么没有信用啊 你 我再说一次 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打扰黏黏 不会再去找她 不会再让她对我有任何爱情上面的幻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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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在年夜饭上 对年年那个态度我看不出来吗 你让一个小姑娘哭这么伤心 你不内疚啊 我就不管你了 你就活该一个人 韩叔叔 韩上言呢 韩上言呢 他来了吗 年年 妈妈在跟爷爷说话呢 别插嘴啊 那个小韩说他不进来了 在外头等着 我估计是怕听我们大人说话闷得慌 你去哪儿啊你 我去找找他 人家客人在外面等着多不合适啊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您拨号的号码转时无人推厅 请稍后点 来 雷师躲到车后面干吗 这样很危险啊 你为什么躲着我呀 他们都在里面呢 你不进去吗 还是你今天俱乐部遇到了什么 让你不开心的事啊 有话就说 是不是因为郑辉跟他妈妈呀 郑辉是谁 就是上次你去学校 看到的那个男孩 一个路人而已 记住他干吗 早忘了 虽然你忘了 但是我还是深情解释 郑辉是担心家庭 他妈妈生病了 可是他们家没有钱 所以我就让我爸爸给他们看病 他把他妈妈接到上海来了 他住我们家是因为现在医院没有床位 他还没办法去医院 但是明天就有了 明天他们就走了 再也不会来了 解释完毕 你听懂了吗 我送你的那只猫怎么样了 它还乖吗 差点咬我 咬了我还得去打玉苗 是不是给我添麻烦 对不起啊 那要不然你把它给我吧 我帮你养 送人呢 你送给谁了 送我们家保姆了 你为什么要送给你 你家保姆啊 因为不喜欢 自作主张 招人险 懂吗 我刚把它送给你的时候 你也没说不喜欢 毕竟是一个小生命 我把它送给你 你就送给别人 万一那个人不好好对它呢 要不然你 你把它 你把它要回来吧 我帮你养 回家去 你喜欢什么呀 我这样 我做个游戏的程序给你 当佩礼了 可以吗 我喜欢一个人见一见 我心情不合不想收合 回去 去 不打扰你了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